翻覆中国快艇被打捞靠岸 海巡人员迅速绑紧绳索 不过放在船尾控制船前进方向的弦外机 现在成了追究翻船的因素关键 有周刊爆料 船上两具弦外机明显朝右 加上舱内操车感是前推到底的状态 快艇处于右满舵 形同高速急转弯下翻覆 甚至传出船数一度飙迫 40节海里等于时数74公里 和中国生还船员说 已经停下来准备受检的说法 有出入 我们自己船怎么可能翻掉 有开挤转万也转不翻不掉 要撞回才会翻掉了 请教真正的渔民 有没有拿黑金刚再补一个 那目前捞出来的证据 我们就尊重相关海事科学的调查 我觉得它两个弦外机 大概跑个三十节左右 基本上我们不能从它的弦外机 说我都是向右侧或者是我拉杆拉到底 其实这很难去判断 检掉单位可能再去了解 说特别是那个碰撞的凹痕那个地方 看检方怎么去认定 是说在高速被撞翻 还是因为它操作不当 它是翻船 学者认为不能单靠快艇行外机转向 来判断反复原因 不过根据海巡署公布的航机图来看 明明中国快艇可以直线快速离开我国的禁限制海域 但他们却选择绕圈 躲避海巡登舰 遭外界质疑 动机不单纯 恐怕不是单纯的捕鱼作业 快艇绕千千它会产生涌 是不是想用这样涌的方式来造成海巡警上 司法上的困难 我们的问案口供 从它的身体表征 我们来判断它是不是移民 那如果是移民 它一定是手指 手掌应该是非常粗厚 惊吓海域翻船事件一点重重 虽然没有当时的录影画面佐证 但真理越变越明 金门检方还是能靠科学 司法调查 抽丝剥茧 理清案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